最近几年呢 我发现我身边的台湾朋友呢 他们有个共同的爱好 就是他们全部都喜欢追我们大陆的电视节目 不论是真人秀呀 还是歌唱比赛呀 还是宫廷剧 古装剧 或是现代剧 各种他们都追得很入迷 而且评价都是非常非常的好 我发现台湾的线上购物平台 还有实体店卖的电视盒子呢 全部都是大陆的 比如说那个小米 安博 华为 等等 可以说现在一大部分的台湾人呢 都是我们大陆节目的忠实观众 这个呢 还让我不惊喜 就是很贫穷嘛 然后我记得 我们一个村子里也没有几台电视 而且都是黑白 其实回忆 电视盒子呢 全部都是大陆的 比如说那个小米 安博 华为 等等 可以说现在一大部分的台湾人呢 都是我们大陆节目的忠实观众 这个呢 还让我不禁想起了我们小时候 记得那时候我们国家就是很贫穷嘛 然后我记得我们一个村子里也没有几台电视 而且都是黑白电视 其实回忆起小时候觉得还挺好笑的 记得我们晚上呢 都会准时准点的从自己家搬着小凳子 到那个有电视的邻居家去看那个什么包青天 一天屠龙记 还有一些港台电视剧 还有一些港台电视剧真的是满满的回忆 作为我一个生活在台湾的大陆人 他可以让我挺起腰杆说话 让我挺起腰杆做事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说 政治上的事情呢 一个女生不应该去瞎操心 但是我想声明的是 我不这样认为 我觉得呢 一个人就是一份力量 我是祖国的一份子 我没有办法做到做事不管 因为两岸都有我的家 我所期望看到的是 两岸和平 共同携手 共同进步 共同发展 好了 这一期的分享 但愿你 没忘记 我永远保护你 从此不必再流浪 潮续 爱这一个字 我只说一次 你知道我只会有心动表示 叶花太放肆 守住了坚持 看我为你